今年125岁的自由女神 从地面到她手中的火炬顶端高达93公尺 架设在她皇冠上的网络摄影机 现在将把照片传送到英特网上现场直播 让全球网民从自由女神顶端 俯瞰以及远眺纽约市河港口的风光 笔炮和纽约港口的喷水船 为自由女神的生日献上贺礼 美国内政部长肯萨拉查 在官方庆祝仪式上致辞的时候 回忆起前美国总统克里夫兰 在1886年自由女神落成典礼上 所说的一番话 自由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居所 我们会珍爱她 赞美她 美国的人民将会持续地 以语言和行动让她日增完美 萨拉查也特别提到 自由女神是法国人民 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 是两国友谊的象征 美法两国人民携手争取自由 维护自由 让自由达到理想境界 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 将她的这部作品称为 启迪全世界的自由女神 她说自由女神让人们感动 不只是因为她为然处立 更是因为她传达给全世界的理念 是如此的伟大 在数百名为自由女神庆身的贵宾当中 巴托尔迪在法国的家乡 科尔玛市的副市长谢尔科娃 也特地前来 谢尔科娃是俄罗斯移民 她说巴托尔迪创作的自由女神 的确给人民莫大的启发 我在莫斯科出生 那是苏联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当时对我而言 自由女神真的就是自由的象征 我认为自由女神的象征意义 是放诸四海而接准的 作为上星期在纽约自由岛 举行的纪念仪式的一部分 来自46个国家的125名美国新移民 参加了入籍宣誓仪式 在他们之前 数百万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 落地生根的移民 在乘船驶入纽约港的时候 抬头凝望着自由女神像 女诗人埃玛拉萨路 当年为了向这些移民致敬 特别写了一首诗 好莱坞女星雪格尼维佛 在仪式上朗诵了这首诗 过完125岁生日之后 自由女神像将对游客关闭一年 进行耗资2700万美元的整修工程 包括安装灭火系统 和提供行动不便的游客 搭乘的升降电梯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